民生生活资讯要告诉大家 冰箱的发明使人类有了清凉保鲜的食物 不过如果没有善加利用 恐怕也容易成为病菌的温床危及食安 获利县卫生局今天上午就和瑞瑟妇女会 结合开办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促进宣导活动列车 讲师就特别传授冰箱食物厨房的管理与注意事项 教导婆妈姐妹们有效且安全的厨房食物 食物只要放入冰箱保存就万无一失了吗 台上讲师图文并茂经批分析说明 随堂测验有奖真达让台下婆妈姐妹们举手回答 展现学习成果 温度没错 你的气氧问题在哪里 就是教会我们 然后就是如何保存食物的新鲜 然后煮出来的食物 我要让家人吃个健康吃个安心 此外县卫生局也以自制的教具 请妇女会学员们坐中学学中做 实际操作各类食物存放在冰箱里的要点 学习气氛热络 这个是干嘛放冰箱 它有汤 经过这个课堂的研洗之后呢 也希望透过这些姐妹 把这些讯息传达到我们各个社区 然后广为宣访 让他们单位种子教练 把一些健康的食品问题 让大家多多了解 真的这个课程非常的好 为了避免储存食物的冰箱在未善用 以及有效管理下 反而成为病菌温床 造成食安隐忧 环境县卫生局特别开办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促进宣导列车 今天第四场次来到了瑞瑟湘 妇女会成员 以及社区部落婆妈姐妹们热烈参与 那希望在这个民众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 食品安全的保障 那在这些活动里面 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妈妈们 不只要照顾家人的这个营养跟健康 那要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也教导这些我们的妈妈们 能够一个简单的一个机力训练 机力训练 那可以照顾我们自己的健康 也可以把这些精力训练带到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部落里面 让每个人都用健康的运动 环境县卫生局提升大众的食品安全观念 强化民众对食物安全厨房的正确方法 今年度结合全县13乡镇市妇女会 开办食安与营养保健宣导活动列车 首场由吉安乡启动后 也将会在这个月底之前 全部完成各乡镇市的巡回宣导 记者师玉兰瑞瑞采访报道